我相信事實一定會被法律保護 那事實也會證明寬恆無罪 國民黨台中立委參選人 嚴寬恆走出台中地院 強調要捍衛自身清白 頭上白頭髮似乎多了幾根 因為嚴寬恆在次月 遭到台中地檢署起訴 包括殺戮豪宅 涉嫌竊佔國有地 豪宅交易涉嫌是公務人員 登載不實 以及涉嫌乍領助理廢三罪 第一個竊佔的人不是嚴寬恆 那我太太因為這個案子 她是具名用標租的方式 合法標租 她用500萬交保 所以我們很納悶 一個重金交保不起訴 寬恆也不是竊佔的人 其實這是無罪推定的 那竊佔的部分根本就不存在 嚴寬恆強調豪宅遭控竊佔國有地一事 與他和妻子無關 事後也已經合法向國產署標租 被傳喚出庭的 除了嚴寬恆還有妻子陳麗玲 前助理林靜甫 以及豪宅買家 我在問書的部分 真實的金流 真實的買賣沒有虛假 最荒謬的就是 詐領助理費 這個貪入自罪條例 助理林靜甫 他真實擔任助理 從107年1月 到109年的1月 而同樣被立為被告的前助理林靜甫 首度在鏡頭前曝光相當低調 你會不會覺得很冤亂 會 林靜甫在切佔國有地 以及詐領助理費和考宅買賣金流上 都是被檢方懷疑的關鍵人物 但他快步離去 不願多說什麼 1000萬元交保的嚴寬恆則堅稱無罪 也為妻子捲入案件暴區 參選成標準率 SNGL助台中